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想说 哇 这身上真的有阳光的耳机 真的有变黑啦 下礼拜之后会更黑 但我觉得这样看才很健康 是OK的 你最近在干嘛 我最近喔 就是一个年假之后 然后就是趁淡季 然后再一半休息 然后一半准备 真的要开始一个新的年度的工作 但你在准备开始新的年度 你好像又要出国了呢 对啊 趕快趁淡季出国一下 也是啦 所以这只康米的猫 今天晚上会来我家住个几天 我很期待 对 我也很期待 因为她家猫咪也很可爱 对 然后我每天都跟我家猫说 奶郎 今天晚上会有一个 你的室友要来喔 然后那个室友跟你长得一样北青 就是 我都每天都一直在跟她讲 然后都会有一个心理准备 然后我还有说 可是你不要在她面前说她很北青 你不可以讲出来 不然她会伤心 猫是听得懂的 所以猫是听得懂 我也有跟我们家猫说 最近呢要去一个姨家住喔 然后她有一只猫咪 然后你们要好好相处 对 我也是说你们要好好相处 对啊 要好好对待这个客人 好期待喔 你记得要send给我照片好不好 没问题 我都会用单眼帮她们拍照 有没有很认真 有有有好认真好认真喔 好啦我们不要 好像聊太多不相关的那个了 不要说废话 不要说废话 对 因为毕竟大家就是 对但刚刚我看那个留言 有些人有猜到啦 因为毕竟就是复活节快到了马 对啊 那虽然呢 我们就是台湾没有在庆祝什么复活节 但是弹珠 对总是会想尽各种节日 让你们好好的有更多的好康 有更多是 怎么会让你闲下来呢 对更多的活动 所以马上就来看看这个有什么呢 好今天我们的内容概要 是的复活节快要来了 所以我们有怪物弹珠复活季2018 对当然呢 复活季一定会有新的关卡咯 等一下会告诉你 新关卡降临会是什么时候 是 再来哇 欢庆突破650万下载纪念活动 也即将开始了 详细内容我们也等一下告诉你咯 嘿 再来各位弹珠好手们 你们最期待的顶尖好手杯 预赛即将开始了 是的 详细也是 等一下马上就会告诉你了 嘿 好马上来看看 到底什么是怪物弹珠复活季咧 有什么 复活季2018 讲到复活季一定会有兔子 对 也一定有蛋 对所以呢 你看这个兔子手上要拿蛋 等一下要被人家罵说讲废话了 对讲废话 好 那到底是怎样一个复活季呢 嗯 立马 对 复活季新关卡降临了 唤醒圣人之使徒可落降临 非常可爱的兔子 手上还拿蛋 对 又要再提一次 对 他初次降临时间3月30号晚上7点一直到21点也就是晚上9点啦 9点59分 那当然第二次之后呢是3月31号一直到4月12号之间也会有不同的降临时段 那当然详细的降临关卡的时间呢大家就是看游戏里面他又有时间表列出来 是的 那这一次呢 诶 新关卡唤醒圣人之使徒过关之后 可以从里面收到不同属性的关卡入场券哦 哦 对 大家还印象还记得光刀春雨是怎么得到的吗 然后就是入场券还有很多个属性 对然后就是都要打嘛 然后呢最主要那个光刀的入场券其实是非常难得到的对不对 我们这一次可落也是一量啦 如何来获得这个祝贺复活之使者可落呢 大家就来挑战这个唤醒圣人之使徒也就是呢 这个冰兔可落 蓝色的属性我们大家就来打这个关卡 是 然后呢你只要过关了之后 就可以得到像是暮鼠光鼠暗鼠各属性的可落 是的 就会得到他们的入场券 嗯 以及呢 嘘嘘 少少几率的活属性的关卡入场券 哦 那这个就是关键啦 这个就是关键了 嗯 我们呢就是主要要得到的就是这个炎兔可落 是 对 然后呢那这个炎兔可落神话所需要的素材的可落呢 就是要各个属性 那大家等一下素材就会来告诉你到底需要哪一些 对 对 我们呢要来把这个炎兔可落神话合体成祝贺复活之食者可落 嘿 好 就是这样 是 那究竟我们需要哪些素材呢 马上就来看一下啦 嘿 好我们这个新关卡的内容呢 就是其中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火属性关卡入场券 它是不能接关超究极难度的哦 那我们从中可以获得的这个炎兔可落 它神话合体以后就会变成这个祝贺复活之食者可落 嗯 对那我们其中要怎么把它变成这个这个神话咧 我们的素材有需要一只炎兔可落 嗯 然后呢你要叠十个冰兔可落 嗯 然后还有风兔灰兔跟隐兔各两体再加两颗瘦神域 哦 是我看到有人说感觉不好叠 不好叠 其实就是只要拿到炎兔以后其他就简单了吧 其他就简单了 嗯 但我觉得最主要这非常需要大家分工合作 对 贡献自己的炎兔可落入场券出来 对 然后大家一起戴集运刷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这次新登场的角色啦 诶 就是这五个属性 拿他们的六星进化后的这种各种可落 大家就齁看一下齁 嘿嘿嘿 拿来自己看齁 就是长这样啦 那他们都可以变成六星也可以叠一叠集运 对 集运角马上就可以有五只了 对 对啊 好 是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挑战性还蛮高的 因为有时候关卡真的太简单 没有挑战性 你很快就达到内衡武器嘛 对啊 像炎兔可落不好叠 就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就是让你跟你的那个团员们的感情可以培养更好 对 想当年我那个光刀集运的时候 我也是靠很多人carry我就是各种入场 各种开关啊 各种开关啊 不然真的就不会有集运 对对对 没错 大家就好好群组 好好揪一下 揪一下揪一下揪一下 好那刚刚呢有讲到我们这次复活节的新关卡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突破650万下载的复科活动哦 来复科转弹即将开始了 大家还记得cosplay系列以及万圣节系列吗 也记得哦 好我们这一次呢4月6号的中午12点开始 然后一直到隔天4月7号11点59分 其实时间非常的短 嗯真的 就这一段时间呢 可以抽到这个复科转弹系列了 对 像cosplay和万圣节 cosplay大家还记得反正就是后面有一个阿法名字的 对对对 他有那个穿御衣啦 特企啦 这个好 然后还有穿那个泳装 泳装少女 泳装好 对 以及呢像是撒旦 撒旦阿法也是非常帅气 那如果是恶魔系列的话 就是万圣节系列的 他们就是总比较活辣路线 像是呢恶魔女神阿波罗X 对 对啊死神骑士酷狐灵之类的 对我自己最想要恶魔系列 最想要恶魔系列 因为你知道我就是喜欢调媒啊 喜欢调媒啊 所以穿越少的越好 真的吼 好 那除了这个cosplay跟万圣节 还有另外的复科 嗯 是什么 还记得我们的动画吗 是 我们的动画电影 嗯 那个时候呢就有推出一个MV版的 对 也就是动画里面版本的角色 欸马上看到有人说我要MV系列QQ 对对是不是 对 然后呢以及在2016圣诞节的时候 也有推出圣诞节的角色 嗯 对 像是大家还记得非凡龙吗 没错 他是动画里面才有的 嗯 嗯 然后另外呢像是版本龙马拉 嗯 然后呢拿破仑还有亚瑟他都有出MV版 嗯 然后呢圣诞节就是非常可爱 像是有达太喵以及拉法叶 嗯嗯 超可爱的 嗯 我得说 对 我虽然那个圣诞系列我是有啦 对 但是MV系列那个时候呢 嗯 我抽不到 我就是抽不到 所以我这一次非常非常想要MV系列 对 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应该就是天上圣母 我妈组MT 哦对 这个很正 对他除了是MV版之外 嗯 他还是我们繁中版限定的角色 对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收藏 嗯 所以再提醒大家一次 我这次也要非常的 就是谨慎的记好这个时间 4月6号中午12点 一直到4月7号的11点59分 哦 因为我怕我忘记 对 对 对把握这些机会好不好 行事力调一下 行事力调一下 那我妆调一下 你最想要 所以你最想要MV 对啊 我自己 其实 欸其实你知道我跟你说一件事哦 嗯嗯 这里面每一支我都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每一支你都没有 对啊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次希望很大 因为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随便抽至少中个一支吧 机会就更多 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大家听一听有没有觉得很励志 哈哈哈 非常正能量啊 非常正面的想法 对啊 对可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我蛮想要亚瑟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不明白为什么 就想要亚瑟那么基本 对啊为什么 对因为我就没有亚瑟 我怎么抽都抽不到 你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亚瑟 我这辈子都没有抽到亚瑟过 对对然后我留了两组还三组的素材 他就是没有抽到天哪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哦对 好啦希望你这次可以抽到好吗 我也希望 好啦那既然我们有这个复刻转蛋呢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六百五十万下载纪念 期间限定的冒险复刻 耶 首先我们的第一弹 我们的第一弹 它的期间呢是3月30号的12点到4月16号11点59分 那我们的对象关卡就有像是这个摆下缭乱 细血娘的万圣节喵 还有这个黑猫的幽灵之夜 或者是像这个战古雷上古天女的赤岩战书女吧 嗯 对那当然有第一弹 就有第二弹啦 四弟 还有我们的第二弹有什么呢 诶 时间一样也是 啊不对不一样哦 时间是4月6号的12点到4月16号的11点59分 那我们的对象关卡就像是有这个 细血娘的万圣节喵 细血喵 然后死灵之声的狂拳 腐乱拳比例 然后还有这个灿烂海滩活力奔放 梦幻接力ADW4 对 然后还有这个暗要海岸的警卫西瓜头 诶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超久的 怎么说 我 其中有几个关卡真的是非常非常久以前开 然后它非常久之后都没有再开过 对 就是刚刚这个灿烂海滩活力奔放 梦幻接力ADW 对 死 嗯 还有西瓜头 对 我等这个等超久的耶 我记得它那个关卡也是有点难 有稍微有点难度 对 然后因为之前开啊 然后你打 可能你就差 例如说你就85体 对 你就差那么一点点 差一点点 你就打到了92体 对 因为当初其实它开关的时间也是非常短 对 就是几个关卡 所以你没有那么快的时间 可以就是短时间把它集运 对 对啊这一次终于可以 对尤其是那种集运已经跌超过一半了 对啊 你怎么可以不把它完成 真的 好了各位玩家你们一定也跟我一样 所以好好把握这一次机会了 对 趁现在齁 跌好跌慢 真的 对 反正那个集运就是越多 就是好处越多了 对啊好处越多 是 好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来告诉大家 你们最期待的 顶尖好手杯的详细情形了 是 是什么 来 大家准备好了没 北非四五庆周年 顶尖好手杯即将开始 好了 等很久了吧 是 我们呢 马上就在这边跟你告 跟你告 跟你告告 告什么 跟你报告啦 好 我们呢 这个即将会在台湾以及香港呢 分别举行了 那么 时间地点在这里 4月21号星期六 将会在高雄的K-square来举办 那4月22星期天 那么将会在台北Mosol Space 以及香港的Versus Stadium 然后呢 来举行 那香港呢 最靠近的一个地铁站 叫做荔枝脚站 荔枝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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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讲吗 我不太确定 哈哈 荔枝脚站 就是最近的一个地铁站 那当然如果想要知道 就是更详细的交通 交通的地点 或是查那个地图的话呢 就可以在网络上面去Google就是了 是的 没有错 对 那么报名的时间呢 是从4月3号 一直到4月16号 嗯 那4月3号呢 是晚上6点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那我们的报名页面呢 之后就会公开了 所以请大家再耐心的稍等一下下咯 好 那我们这个比赛中啊 大家记得都会使用官方的手机 是的 都是使用的是官方的手机 对 公平公正啊 对啊 大家的起跑点都一样了 所以呢 就是比的就是真的实力了 对 好 然后呢 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嘿 大家报名的时候呢 你们队伍曲的名字呢 哦 还有你们的暱称呢 对 不可以违反公共道德 什么 叉你叉叉 你叉叉 叉叉叉 喊我叉叉 喊我叉叉 哎 喊我叉叉 哎 但是什么是会叉 康你好正 嘿 小西好辣 嘿 这都会叉 这都可以啦 嘿 叉叉叉 我叉叉都不可以 嘿 我也不知道 到底叉叉什么 我不知道 大家自由想象啦 就记得要注意 你们取暱称 以及队伍的名字好不好 是 好 对 希望大家呢 都能取个吉祥的名字 是 然后获得好成绩啦 对 那当然 恭喜发财洪洪拿来可以 就是可以是不是 嘿嘿 好那当然比赛呢 就一定会有奖品 是 我们先来看看 已知的奖品有哪一些了 嘿 对 在预选赛的部分呢 台北厂高雄厂香港厂呢 只要是排名前两位的小组呢 哦 我们都可以获得 梅菲四五庆周年顶尖好手杯决赛大会的出场权 是 那当然 在决赛的部分呢 台湾区以及香港呢 嗯 优胜小组可以获得奖品呢 第一项 对 受到官方的邀请到日本出席活动 并负担机票还有住宿费哦 天啊 也就是说呢 你只要带着你自己的一纸行李 是 以及呢 你的一些嗯 自己想要花费的盘缠 就OK啦 是 什么订房间啊 机票那些都不用上到金 是的 没错 对 那除此之外呢 诶 还有奖品二 就是 柯有怪物弹珠设计的华为Mate 10 Pro手机一台 每个人一台哦 对 不是美族一台啊 是美人一台 美人一台 对大家无需抢 无需抢 对 一人一台 当然如果你不想要 要送给我们也是可以 对啦 我是很喜欢日本啦 我不介意代替大家去 如果你要上班 你要把团员换掉 换成我们也是可以 可以 但是如果团员加我 就变成我们自在参加不在得名 好啦 诶 奖品其实非常的丰富 而且 听说其实好像会有奖金 嗯 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确定 所以呢 更详细的奖品啊 以及一些情报 等等大家持续锁定 我们怪物弹珠的粉丝团以及官网 咯 嗯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看一下就是 我们这个梅菲斯武庆周年的顶尖好手杯 有一个报名内容 是 像是我们的大会条件呢 第一个很简单 首先你要是怪物弹珠玩家 那应该会参加 好 会参加这个顶尖好手杯的人 应该都玩很久了啦 应该都是啦 都是玩家嘛 对啊 然后再来呢 是需要四人一组报名 不接受四人以下的队伍 然后呢 住在台湾的玩家 只能报名台北或高雄地区的比赛 那如果住在香港或澳门的玩家呢 就只能报名香港的比赛 那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些人说 那那那那那马来西亚怎么办 嗯 对那如果你有住在台湾 或者是有住在香港或澳门 欸 或是住在香港的话 你也可以参加比赛 嗯 对那如果你是外国人 外国人 对然后你想参加比赛 你有住在台湾或香港就可以报名 哦 对但是游客观光客就不算 这样子 对对对 好然后再来呢 因为我们到会场 他会需要可以确认现在住的住址的身份证件 所以如果与时机不符的话 就不能参加比赛啦 哦 嘿 然后呢我们这个比赛是仅限18岁以上的玩家 哇 是那至于大会参加费 当然就是不管预赛或是决赛都是免费的啦 嗯哼 所以就是人人可报名 只要你是玩家都可以报名 都可以报名 嘿 那我们这个进入决赛的队伍 如果你进到决赛的话 官方将会负担当天到会场的交通费 然后招待你到20185月12号 梅菲四五庆周年顶将好手杯的决胜决赛现场 嗯 对那如果说你那个网路报名来不及的话呢 其实当日也可以参加报名 就是他现场有一个现场报名的队伍 嗯 对那到时候呢就现场报名的话 他们会发一个排队等候卡 然后会根据现场报名的情况 如果晚报名的队伍是有可能没有办法参加的哟 所以现场报名其实是一个后补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尽可能就是现在网路报名会比较好 对啊这样比较好 嗯 然后这个排队等候卡发放时间呢是10点开始 好 对 嗯 好的其实其中也透露一个资讯 就是呢我们四周年台湾四周年的活动就是在5月12号星期六那一天 对对 大家可以把时间空出来了吧 是 啊是不是 而且四周年四周年感觉嗯 搞不好还会有什么精彩的东西 对啊 我觉得啦 一定有很精彩的活动 对啊 其实像今年那个三周年香港 嗯 我有去 哦哦哦 我知道好好玩哦 很好玩耶 所以四周年大家期待一下 应该 嗯 耶 我也是蛮期待 就是如果官方突然说 康黎小夕那个我们决赛的时候希望你们可以到日本 好 OK OK马上空下来 好 这个是讲给官方听的 一个 百分之两百的暗示 对对对 好像一点要不含蓄 讲得很明样 真的 好啦 那当然呢 今天我们的新闻呢 就先到这边了 是 那不管你想要转蛋啊 还是要迭运啊 还是要参加这个 顶尖好手杯 顶尖好手杯 大家就好好的把自己的时间保留一下啦 是的 那当然呢 请继续锁定怪物弹珠官方粉丝团 以及呢 我们的官方网站 然后记得也要在我 罗康妮 以及大家填一系我们的粉丝专业帮忙按个赞哦 是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记得要订阅我们怪物弹珠的官方频道哦 是 那如果有很多影片你都错过的话呢 诶 这里有精彩影片回顾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